好另外看到就是在这个大陆的二十大过后呢 其实最受瞩目的就是这个德国的总理肖兹 他率领了企业团访问中国大陆 而且是进行一天的快闪之行 那么这个肖兹来到了中国大陆 当然是获得了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见 那他怎么说呢 他说习近平是表示说 中德应该互相尊重照顾彼此的利益 要坚持对话协商共抵阵营来对抗 那么肖兹这边他是说 要和中国大陆保持沟通维护地区的和平 深化经贸上的合作 特别是经贸上面是两个人都关注的焦点 那也是愿意来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 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到访 对于欧洲这边来说是很多争议的 因为我们知道欧洲都认为说 大家应该来团结 要来对抗中国大陆的崛起 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德国总理肖子 怎么就是单打独斗的 去和北京单方面的会谈呢 在政治上的解读是这样 但是在经济上面我们另外来看到 其实为什么中国大陆对于德国来说 是这么重要的伙伴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有很多产业 尤其是在汽车产业上面 是非常仰赖中国大陆的 就是说如果今天中德爆发了贸易战 德国的损失会是英国脱欧的六倍之多 那么汽车产业是最受重创的 你可以看到预估是下降8.5% 那么这一次肖子到了中国大陆 他要谈什么 真的就是为德国 德国自己的国内产业来牵线吗 当然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我当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就发现大陆的路上 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马路上几乎遍地 都是日本系日系的车辆 不管是国产的也好 或者是日本原装的也好 但是中国大陆就很不一样 那几乎在当时2000几年的时候 路上都是清一色的VW 就是Volkswagen 或是在大陆叫做大众汽车 那再好一点的就是奥迪 或是中国大陆仿的奥迪汽车 可以说是德系车在中国大陆 是第一个打开中国大陆的汽车市场 所以一直到现在 德国的汽车工业 也还是相当的依赖 中国大陆的这块市场 所以这次肖兹其实在二十大之前 就传出肖兹跟法国总统 要一起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当时就被认为说 是不是在习近平的第三度的连任之后 就要有各国的元首来朝贡的 这样的形象 当时是被否认了 但是随后肖兹还是在欧洲国家的 各种的讨论之中 他还是决定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被认为说 其实德国的很多的厂商 他们都还是依赖中国这块市场 没有错 但是就是在欧洲这边 有很多的声音 他们认为说 是不是德国你太天真了 因为好像之前 这个前德国总理梅克尔 他其实对于中国大陆 也是抱持这种一种务实外交 这样子的角色 但是就会让人家担心说 德国的总理肖兹 现在也是要延续梅克尔的角度吗 难道也是一样 要这样以利益为基础的外交去出发吗 那么或者是说 其实肖兹自己另有盘算呢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还要再来讨论的 另外就是要来看到 其实外媒呢 有来持续的报道的是说 华尔街日报呢 就报道了之前 这个华为的公主孟晚舟被抓的时候 到底美国那一方面 加拿大这一方面的内幕又是如何 现在很多的报道出来了 包含就是说抓孟晚舟的时候 其实川普根本就不知道 是 有真的件事吗 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怎么可能呢 这是华尔街日报 当时是有一篇巨细民意的报道 第一次把整个孟晚舟被抓 以及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 报复到最后双边同时试球 再换球的过程 有一个完整的报道 报道里面强调说 其实当时第一时间 习近平在孟晚舟被捕的时候 习近平其实正在跟前美国总统 拜登一起吃饭 所以拜 对不起 川普 所以川普当时也是很不高兴 对上海人说 为什么你要抓他们 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中国的伊凡卡吗 中国大陆的伊凡卡 孟晚舟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上的地位 那么当然在后来 中国很快的实施的报复 抓了两个加拿大的公民 而在过程当中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就是 其实习近平下了一百多张条子 在折冲这件事情 甚至在面对美国总统 或者加拿大总理的时候 他也曾经极度的 对这件事情表达愤怒 但是最后就是在双方折冲之后 也是习近平亲自下条子 中国才敢同意说 终于要换球 让两边的人可以同时回家 对现在这个内幕被爆出来 那在这个氛围之下 是美中角力还在持续的 所以会不会影响到 拜登跟习近平之间的角力过招 这是有待观察的 但是要来看到 中国大陆的防疫 现在还是外国媒体 还有外界非常关注的焦点 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疫情松绑了呢 因为之前终于宣布了说 可以变成这个7加3 变成了5加3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这样的规定 有哪些调整 先来看这则报道 自拍记录下 北京的隔离饭店 本来得在这住满7天 不过中国大陆的疾控中心 11号宣布 入境解疫变成5加3之后 已被隔离5天的港人 立刻获准离开 苏短这种隔离时间 但是后面的加3 从居家观察 变成较严的居家隔离 不能不出家门 但确实对需要出境者 苏短成本 让北漂港心已经打算回家一趟 另外针对密切接触者 也减少两天隔离 广州超过1.6万人 立刻解隔离 官方提出数据 因为密接者三天内 验出阳性占81.4% 五天占94.5% 七天达99.7% 因此改成5加3 可以省下30%的隔离资源 并不是说这个集中隔离的这个措施 它的这个必要性在降低 以及整个国内外的疫情形势的这个变化 我们也会不排除 就是再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隔离措施 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优化调整 当国际上都已经解封 中国大陆坚持清零甚至过度防疫乱象频传 遭到不断的质疑 现在转向放宽 也只能慢慢来 还要搬出数据 搭好下台阶 TV新闻综合报道 好要先来看到就是疫情 因为现在呢 其实中国大陆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这个单日新增就已经破万例了 这当中占的最多就是广东广州的海珠区 还有广州这边其实就有很多的病例了 那也导致于说现在在地的风控还是非常的严格 那么尤其广州市的官员他们是说 因为这个Omicron的传播速度真的很快 如果说风控制的人员擅自外出的话 其实就会加速了整个疫情的扩散 因为他们有发现说这边有几个特点 就是楼洞密集 人口密度很高 有向到狭窄 如果你违反了防疫的规定 你自己外出的话 可能就会让这个疫情外溢扩散 那么其实这样子的风控呢 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没有错 但是这个是必须 现在还是要进行的 那对于这个防疫的话 志伟哥你有什么样的了解呢 对其实中国大陆虽然说 他们的官方已经强调防疫风控 他们认为现在官方的说法是 防疫是 他们的动态清零是科学的 不科学的地方在于很多地方政府的一刀切 或者是层层加码 都是地方政府的执行的问题 那么在广东的珠海区这边 他其实是从5月4号开始 又下令要三天的风控 结果他说 为什么他们疫情会扩散 是因为有监视器画面发现 在风控区里面有人掰开巨码 跑到外面去 才传染给别人 那当然对比台湾的防疫情形 你会很难理解这样的作为 所以当地的民众也觉得说 怎么又来了又封控 所以为了怕说在微博上面 用普通话骂人会很容易被封锁 所以他们用广东话来在上面谩骂 但是后来还是被发现 也都被删除了 好那其实因为这样子的风控 确实是引发很多的民怨四起 包含就是说这个交通的封闭 连外通道的封闭 还有就是说居民一天 好像只有一个人可以出去采买东西 但是呢 这个封控之下 是不是把所有的权贵都打回原形 因为你好像也不知道说 如果你量除了你的身份 还是一样遭受封控管理 要来看到的是大陆的红二代陶思量 其实陶思量他真的是不只是一般人 因为他是红二代里面 而且他的爸爸是大陆的前国院副总理陶住 所以他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算是真的是非常高阶的红二代 非常震头震头 结果他这次到跟他的丈夫到浙江的湖州 结果要回北京的时候 被他的丈夫没问题 但是他的健康码被弹窗出现 所以他就回不去了 他的丈夫虽然没有被弹窗 但是要买机票火车票也都没办法购买 所以他就在这个慌乱的过程当中 有家归不得 他就剖文在讲这件事情 觉得很夸张 北京有疫情 浙江没有疫情 结果是北京的 让浙江的人不能回到北京 他觉得这好像是淹水的地方 盖大坝要挡住 外面没有水的地方 但是这也是让别人造成很大的一个理解 就是原来就算是红二代 也可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因为他其实有发文抱怨 但是后来删除了这天 也是删除了 对 但是现在还是能够找得到这个原文 所以你就知道大家看到了说 其实不管你的身份为何 在风控之下 大家的待遇都一样 那么现在呢 大陆虽然说他们在防疫上面 有一些的调整 那是不是有出现了 甚至像是秘密课这样子的防疫呢 因为像是说 有当地的官员呢 就是他们没有表明身份 就去店家在那边突袭检查 但只要店家呢 他的第一个反应 看到客人上门 你不是先刷QR Code 而是你先说欢迎光临 你就惨了 来看这则报道 穿着便服的男子走进奶茶店 黑龙将一位店员热情招呼 说了一句欢迎光临 这时店员还不知道 已经掉进防疫官员的陷阱 男子表明是官员身份后 门外立刻又走进两名男子 怒斥店员防疫工作执行不彻底 没有第一时间要求上门顾客 用手机扫可以追踪足迹的QR Code 接着拿出封条 强制奶茶店停业一天 官员钓鱼执法引发重怒 网友痛批好大的官威啊 这样为难老百姓 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还痛骂简直是土匪 事件在掀起议论后 三名官员遭到陈处 就在大陆官方11号宣布 加大减制地方政府防疫规定 层层加码后 许多乱象都被曝光 湖南一名社区书记利用植物之变 居然将捐赠给隔离民众的水果 转卖牟利 大赚黑心材 已经被免去植物立案审查 澳门外申局宣布 所有由香港 台湾或海外入境的旅客 由原本的7日集中隔离 和3日居家健康监测 调整为5日集中隔离 3日居家隔离 就在大陆放宽入境人员隔离管控后 澳门政府也紧接着宣布跟进 从12号开始 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旅客 隔离时间都缩短到5加3 TVBS新闻一些详细 李明珍综合报道 那看到了大陆的防疫是没有放松的脚步 但是大家会质疑说奇怪 中共大陆的疫苗接种率不是很高吗 因为大陆的这个非常知名的防疫的院士 钟南山他就指出说 大陆的疫苗接种率是达到87%了 那么照理说应该是可以达到了群体免疫的水准 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又执意清零呢 而且还看到他们在收购各国的疫苗 包含他们自己的国药科兴以外 还有卫星V 辉瑞 AZ 莫德纳 通通还是在持续收购的 那么其实之前中国大陆的疫苗 他们在上市的时候就已经指出说 他们适用于60岁以下的人 那么60岁以上的年长者打了会怎么样 他们其实这个疫苗数据是没有公开 还有就是疫苗的效果也是没有公开的 因此对于这方面 大家确实是有很多的疑问 那尤其又是有别的国家 有非盈利机构来调查了匈牙利买了中国的疫苗 那么他们就发现了 这个中国疫苗的效果是最低的 那同时也调查了其他间的疫苗 包括说辉瑞的效用有到八成三 那 AZ 有七成以上 莫德纳也很高 是最高的88.7 那么大陆的国药疫苗 68.7%是掉车位的 那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疫苗 还有他们的质疑以及后续的做法会是怎么样呢 对 其实中国大陆这么严密的风控 一直在外界都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其实是因为他们也知道 自己的疫苗的效率是不够的 所以再加上中国大陆医疗体系 本来就不够健全 不足以应付它有14亿人这么庞大的人口 所以它如果发生了疫情的话 可能会变得难以承受 但是当然因为它的疫苗 一直都没有在效率上有一个公开的数据 所以目前大家都还是只能用猜测的 好 所以就是疫苗的效率 效力是没有曝光不透明的 但是也可以看到他们一直补强 就是要买其他国家的疫苗来用 好 以上就是关于今天的TVBS国际plus 中国观察内容 有谈到了防疫社会还有军事面 希望你会喜欢 我是主持人彭惠云 我是庄志伟 我们下次再见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